阿里巴巴跟这个挥打洗手 是什么意思 这是今年9月份 在中国极大的一个消息 我们知道在本节目 就是我们美人的国民大会 曾经谈到一个议题 说中国大概至少放了 两亿颗的所谓的摄影机 这摄影机具有人脸辨识的功能 但是它只是一个单纯的人脸辨识 它没有办法再扩张 它为智慧城市的要件 比如说交通资源的一个变化 或者是在茫茫大海人口里面 找到失踪人口 或者是你可以倒流计算 过去数小时 在这个点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然后衍生出未来这个城市 应该怎么样面对这样的问题 以中国现在动辄都是三四百万 上千万人口来说 需要一个很大的系统 来面对中国高速的人口的一个集中 我们知道过去这几年 中国应该在走所谓的 就是城市化 他们希望把乡村人口集到城市 这样一方面比较管理资源 消耗也比较减少 但是这几年 成长速度非常快 从以前大概每六个人住乡下 四个人住城市 现在大概已经是到 每6.8个人住城市 现在人口变少了 这个问题就来了 阿里巴巴看到商机了 他认为如果今天把这个 所有的街头巷尾的 这些摄影机的摄像头 中国叫摄像头 把它结合成一个具有能够思考 自己去判断 下一分钟会发生的事情 那不是太棒了吗 但是问题是阿里巴巴 没有错 它是一个很能力的公司 刚才讲的这个华为 是很能力的公司 可是他们在人工智慧部分 他们要找一家 那家就是我们说的辉达 我们现在常常的辉达 我们必须要很感慨 因为辉达跟台积电关系 真的很好 当时辉达还是小公司的时候 就是台积电拉一把扶一把 没想到辉达 现在已经处理掉 这个台积电的主要对手 英特尔了 你知道这世界差很大 阿里巴巴现在市值已经高达 4380亿 所以我跟你讲 今天你看不上眼的小厂 对 末期少年穷 对不对 真的 他明天转身就变大哥 真的 现在连这个所谓的谷歌 还有包括我们说的 你现在所知道的一流大厂脸书 全都是这个 我们都是这个 辉达 都是 对 就是我们 就是辉达的客户 那当然 包括了当然阿里巴巴 腾讯 百度 我先念一下这些 跟他合作的这些客户 就要打造所谓出门事件 阿里巴巴市值4380亿 腾讯是4110亿 连百度也有803亿 所以看出来这些厂商 完全希望 透过挥达的手 来创造一种智慧商机 他目的很简单 就是改善交通 增加资源的分享 他的这套系统叫做 Mentropolis 但是里面其实最关键的事情是 因为这个需求到了这个挥达 挥达就做了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在这个平台上面 已经包含了将近有 210亿颗的电晶体 所制造出来的一个叫做 Deep Stream 它可以去很快的去聚散 这样的城市 丢给了阿里巴巴 所以阿里巴巴有这个能耐的时候 他认为阿里巴巴的云 将来运算速度会更快 我这样讲 阿里巴巴认为 未来在全球的 这所谓的天空的云的市场 大概有5.4兆美金 那透过挥达计算之后 阿里巴巴变得是神了 当然讲到这边 我们当然说 这个阿里巴巴因为有钱 有办法跟挥达合作 但是不要忘记了 挥达最爱还是台湾 因为挥达只是晶片 那晶片代工交代是谁 台积电 但晶片自己要跟别人连结 需要旁边的这个 所谓的主机板 需要配合的晶片 这找谁 当然要找台湾 包括之前已经很冷漠的 技嘉最近股票也上升 微星 还有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立台 他已经有一个策略联盟的 一个厂商族群 没错的 像你想说最近最流行的挖矿机 就是台商帮忙做的 那更不用说一句话 不论你将来的所谓的 这个多夸张的程度 要思考一个问题 当然也许现在各个国家 各个公司都在发展 所谓的智慧车 但智慧车的关键零组件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像苹果的那个 AI辨识里面的晶片 就是台湾做20几家厂商 所以我们可以估计 未来因为吃到了这辉达 我们很多厂商的业绩会高飞 所以我才不断的在国民大会讲说 我们的厂商这么优秀 台湾没有成为全世界第一个 全国5G的国家 实在是辣产 对不对 我们最有资格是不是 只要政府脑袋有换 是不是比较好一点 我问一下这个Tim 上海高速公路已经跟AI结合了 没错 在大陆它其实在AI跟车联网这一块 老实说他们进步非常快 我先举一个例子 他们上海高速公路有一段 已经在试办 试办什么 试办呢 车子可以跟车子 还有可以跟这个高速公路 来做一个沟通 怎么沟通呢 很简单 通常一般如果我们前面有出车祸 是不是会回堵 对 回堵怎么办 回堵呢 我们就只能默默地排在后面而已 但是它这段高速公路呢 如果你在上面有出车祸 它可以透过沟通 让你后面的车子知道说 麻烦走到第二线道 因为一线道已经 已经出车祸了 所以你走二线道 或走三线道 那它可以去让你去计算说 我走这条路了 如何呢 可以更顺畅 这个就是 它直接把AI的晶片呢 做在可能 高速公路上的 每一个的sensor 再加上车子里面 所以它才可以做一个沟通 因为它回传一个大数据到什么 到它背后的一个 大数据的一个平台管理系统 所以在这一次的十一长假呢 黄山它就特别利用了 这个大数据管理 你每一台车子的车台 它都可以去做一个 所谓的即时的控管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 因为车多就有人会想要干嘛 犯规 对 所以你可以不要觉得说警车在前面 它只会看前面是不是有任何的问题 不好意思 它警车上面挂了一个360度的摄影机 代表什么 全部扫 全部扫 你今天只要有人犯规 有人呢 那个违规要超车或什么 它就直接把你抓住 然后呢 它在结合呢 在黄山这边呢 有人在做一个控制就是说 我现在车子进来多少台 我哪些车子呢 要停在附近的停车场 它在即时呢 马上让这些人流来告诉你 你就可以知道说 为什么它这一次上山的呢 你会觉得哇 变得非常顺畅 然后啊 在深圳呢 它更狠了 以前呢 我们行人违规是不是很简单 警察在旁边说 你过来过来 我要开单 它不用人了 它直接透过所有的 它们在十字路口上面都有 设置一个摄影机 那这个摄影机呢 只要比如说是我 Tim哥 然后突然违规以后 它会直接帮你拍照 然后即时怎样你知道吗 冷点辨识以后呢 传到它旁边有看板 Tim哥违规 然后我要开你单 它公布给大家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 就会公布 你这一个人的相关的资料 那我赶快把帽子压低一点 头发拨乱 赶快跑 啊没有用啊 它已经给你辨识了 你知道它那辨识 你戴帽子一样辨识的出来 不是那我跑了呢 它怎样 哦它已经输入电脑 它还跑到那一瞬间的三秒 它已经帮你扫描进来 所以它已经放在了荧幕上说 哦美人姐 你闯红灯 的妈呀 很恐怖吧 全部都是透过AI去做运送 还有后面的大数据 OK好 那我们想问一下 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 是不是应该有城市 已经可以完全按照这种 这样子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管理 跟一个城市的管理 全部用AI来处理 是可能的 其实是可能的 在这个地方 花了将近43亿台币 大概42.6亿左右 他们要打造一个火星层 那这打造火星层这件事情 大家就想说奇怪 他们到底想要干嘛 杜拜方面告诉你说 他们要干嘛 他们认为人类未来不够住 不够住要干嘛 要上太空 那上太空这件事情 他们就要预做准备怎么样 他们觉得人类搞不好 会移民到火星去 所以呢 他们要打造一个火星科学层 让大家在那边研究说 未来怎么样移民到火星去 那打造这个科学层呢 你会发现它的外观 看起来很有科技感 是一个棚底 一个球 像半圆球球状 可以做人吗 他们现在是有科学家 里面有好几个实验室 那这个半圆形的球 那个球体的部分 是用玻璃去做的这个防护罩 那玻璃防护罩 里面是干嘛 有好几个实验室 那你的区隔不同的实验室 要干嘛 你要有围墙 围墙才有区隔 那你如果想说 人家是用轻隔间 那你就错了 那在那个打造科学层 人家用轻隔间 这太落后 但不可能嘛 所以他们是干嘛呢 是用3D列印的技术 然后用沙漠就地取材 从阿博的沙漠就地取材 然后把它干嘛 用3D列印的机器 把围墙一道一道的做出来 美姐你可以看到 左下角那个照片 你看那个围墙 用沙漠做出来 那个墙壁 是不是很有科技感 很特别 那这个是在杜拜 他们所打造的 火星城的计划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是欧洲太空总署 这个地方也有规划 那怎么样的规划 他们希望打造一个 移民到月球去的计划 那这个所谓的 月球殖民计划要实现 也要花钱 所以他们预估说 大概要花100亿美元 可是要怎么做呢 你太空要殖民到 所谓的月球去 你要有房子住 那所以他们就想说 这房子怎么住 所以他们想说 今天有个太空舱 就送到月球去之后 可以常住 在地球上可以遥控 让它可以怎么样 太空舱就先充气起来 可是充气起来之后 你要有围墙 把它围起来 要不然怎么会固定下来 所以要干嘛 他也要用3D列印的技术 把这个围墙把它建起来 所以就是太空舱 再加围墙之后 这个房子就盖起来了 太空人就可以进去住了 所以他们预计说 要在2030年之前 要派10名太空人 到月球上面去 执行这一项 所谓的月球殖民计划 因为他们认为说 如果这样的计划可以成功 那未来人类要殖民到月球上 就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人类真的好伟大 把地球搞烂了之后 现在要把触角延伸到太空去了 各大九大行星请注意 人类要来了 OK